有孟达相助 渠中原将会一如樊掌 曹魏必亡 属汉当兴啊 李峰啊 你父亲的功劳 可是朝日月吹清史啊 这是诸葛亮离城宫最近的一次 诸葛亮亲率三十五万大军北伐 一路势如破竹 不到一个月时间 已经兵临咸阳城下 距离古都长安不足百里 正当诸葛亮准备修整几天 然后一鼓作气拿下长安时 李延又给诸葛亮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在李延的不断劝说下 孟达决定起兵返曹 这可把诸葛亮高兴坏了 要知道孟达不仅有十二万兵马 而且孟达地处新城 距离洛阳不远 现在曹魏大军主力都在外面 洛阳只有数万御邻军守城 孟达一旦起兵 一日之间就可以攻破洛阳 诸葛亮激动得浑身颤动 他没想到上天如此眷顾自己 第一次北伐就要完成伟业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 诸葛亮亲自给孟达回信 约定在九月初时 让孟达率领大军攻取洛阳 当天诸葛亮也会举兵攻打长安 如此一来曹魏必亡 与此同时 司马懿被罢免军权 囚禁在京城 整日无所事事 只能抚情为乐 这可急坏了儿子司马师 一个劲地替老爹鸣不平 陛下听信谗言 弃弦用尖 曹氏亲贵们 更是屡战屡败 再这样下去 大魏撑不了多久 就要亡国了 父亲 你连一道奏折都不上吗 司马懿并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儿子 知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名字 司马师当然知道 老爹弹的是古曲高山流水 司马师瞬间反应过来 老爹这是在等待之音 可在司马师看来 当今天子可不是老爹的之音 反而是老爹的天敌 所谓天敌往往就是知音 他们之间彼此没有深深的理解 又谈何天敌 正在此时 司马昭匆匆来报 丞相华欣带着天子赵书 已经进村了 司马懿听后心头一动 知道自己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即带着儿子迎接华欣 赵书内容不出司马懿所料 曹瑞不仅为司马懿证明 还恢复了司马懿标七大将军的职位 另外 加封平系大都督 可以统率中原所有兵马 传完圣旨后 华欣拉着司马懿说起悄悄话 这次重新启用司马懿 华欣和钟瑶可出了不少力气 华欣以全家老少47口人做担保 钟瑶以全家53口人做担保 两家人加起来 正好凑整一百 华丞相 有人说我是英史狼骨之徒 害得我连自家姓名都难保 岂敢再承担白口之姓名 钟达 何必挖孔呢 在下给你赔罪了 眼看华欣主动认错 司马懿也不再追究此事 现在大敌当前 打退诸葛亮才是当务之急 司马懿当即让儿子收拾东西 他要火速赶去晚城上任 诸葛亮和司马懿的战斗即将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